責任團隊一旦得到政權之後 他們就開始腐化 這個腐化的程度比過去更快的 這個政黨營替 使社會往上提升的這道力道就沒有了 整個社會看 我是很失望的 往下三輪的力道還是很大 他們往往是為他們的黨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利益 而忘掉了這個普羅大眾 溫室氣體懷患的這個事情 跟在談 他只說2024年以後的事 是下一代的事不是他的事 再到最後 我是沒辦法繼續跟他溝通的